这场战役 算得上是李渊建国的奠基之战 但是战场上的情景 让李渊感触颇深 怎么回事呢 当时尸横遍野 雪流成河 李渊看了之后非常的伤心 他指着地上这些尸体 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说这些尸体里头 你看有不少死者是老百姓 闹不好啊 这其中有不少人 还是赤心像我的 但是也亡死此处 从此以后 假如咱们大业可成 以后一定要修文德 指干戈